CES & View是一個展前活動 裡面有很多廠商或大大小小的展覽商在裡面擺盤 應該有很多新的東西看 現在進去看看會有什麼可以找出來拍給大家看 Loreo在CES & View推出了兩件新產品 其中一件是現在看到的Hepta Hepta是為了手部限制的人士 可以輕鬆地塗唇膏 它的外形跟穩定器相似 亦可以作不同的幅度旋轉或移動 只要把唇膏放上去就可以很穩定地幫自己塗到唇膏 另一件推出的產品就是現在看到的Brow Magic 其實它是一個眉毛的印刷 只要配合手機 用它的AR去調整你自己喜歡的眉毛的顏色 就好像在畫面中看到 只要把相機放在眉毛上一拉 其實就會把你想要的顏色的眉毛 打印在你真實眉毛上 可以將紋身打印在身上的Prinker 今次它們在CES & View 展示了一個新的配件 只要配合專屬的APP 其實就可以將在APP上選擇好的顏色 直接打印在頭髮上 示範的時候 它傳送的時間都是有點長的 因為可能要將不同的顏色 直接傳送到機器上 指示究竟它要打出什麼顏色 但傳送完之後 就可以很快地把顏色印在頭髮上 如果喜歡經常轉不同的髮型的人 其實這個裝置配件 配合Prinker的機器 其實都相當好玩 跟紋身一樣 其實只要去洗頭 顏色就會掉下 Ecoflow Blade 是一部自動的剪槽機 只要設定好之後 所以它就可以自動去產生路線 完成剪槽的工作 VFINX 在CES & View 上 展示了一個新的裝置 U-scan 可以看到它是放在馬桶上使用的 最主要是收集大家的料液、樣本 再進行一個分析 用手機連接 在專屬APP上 就可以看到不同的資料 U-scan 其實包含了兩款 CycleSync 或者NutriBudence 前者主要針對 健康程度是怎樣的 NutriBudence 就是男女也適合用的 亦是透過收集 尿液樣本去分析 究竟身體狀態是怎樣的 譬如 尿液樣本的水份夠不夠 或者營養 各方面是否充足